本節目不對不特定人推介任何股票 我所講的股票是我會員所中的股票 各位觀眾各位不特定人不要去買賣會員的股票 好 我們所有的會員都是同一檔股票 它叫8478的東哥遊艇 昨天以前我不斷地提醒各位 因為面臨川普跟拜登的大選 美國總統的大選 那就叫不確定性 不確定性通常有人會先跑 這為什麼我們要持有沒有到今天是七成的現金 三成的東哥遊艇 我說當盤跌下來的時候 當大盤崩跌的時候 你有現金嗎? 你有錢僅便宜的股票嗎? 這才是重點 再來就是 各位你們會不會覺得說 謝老師你實在很厲害 你說盤會跌它就跌 你說美國盤會跌它就是跌 而且一定事先預告 你看我的節目的唯一的好處就是 就算你不是我的會員 你也知道如何資金如何應用 而不會被框在裡面 被股票市場每天的漲跌幅框在裡面 你的資金比例你就會應用 這叫策略性的買賣 所以為什麼我不斷要提醒各位 現在盤勢不穩 你的風險無限 利潤一點點 不要冒險 真的啊 不是嗎 你看到今天美國盤 就早上收盤的美國盤 你心裡有什麼感覺 你會不會覺得說 信奎有謝老師在 謝老師都事先幫我們提醒 這個盤勢會怎麼樣 有我 就算你不受的會員 有我你沒在操作股票 你心裡就有 有一個衣龜啦 所以我為什麼常常在講說 我是各位的救贖 贖罪的贖啦 因為沒有人會教你啊 沒有人願意告訴你啦 你在台上看到的所有坊間的分析師 他們最重要就是要收你的費用 要拿你口袋的錢 就這麼簡單啊 哪有一個老師做一檔股票 而且公開給你講 我就做一檔 九月份到現在還是這一檔 會不會覺得說 謝老師就只做一檔啊 我們看電視自己做就好啊 不一定要參加會員啊 別的老師都 別的老師都蓋起來 一下這個一下那個 用帳簽法也好 用促銷的手法也好 我不好意思說用詐騙的方法啦 不好意思說我們收啦 反正就是要請你加入會員 要你荷包的錢啦 他不會管你輸贏啦 我謝民心就是要帶我的會員 有行情我們就倍數倍數的賺 沒行情還是要賺啦 所以我們為什麼只兜一檔股票 就是公開嘛 好我們來看大盤 看到稻窮昨天跌了943點 各位 有沒有嚇出一身冷汗 那時他跌了426點 可怕吧 都超過三個person 好我們來看稻窮 欸這叫季線喔 你會不會覺得說 你在這裡應該就出清了 或者你在這裡出清對不對 你不會等到這一天才 等到今天才說 哎呀早知道要賣 可是我有沒有事先就跟你預告 來我們看這裡來 你有看到稻窮在這裡嗎 欸28957今天的最低點 26497 欸將近2500點 而且不是跟今天跟你講 而是第一天起跌就跟你講 我說拜登贏 好這NASDA一樣 好這次S&P500一樣 好回到台股 是不是 事先就告訴你囉 今天下來你會不會覺得 好我們看電腦看電腦來 是不是事先就告訴你 在這裡告訴你啊 你就這一波你就不用怕 而且我不是只講大盤 我也把個股拿給各位看 來 你看這是台積電 你看到台積電 4天前我就告訴你 它出現賣出信號來看電腦 好 你不要小看 欸4天前告訴你在這裡啊 有台積電的人你不要小看 說450到今天多少 437 你不要小看13塊 會買台積電的人不是買一張 買一張的人不會買台積電 買台積電都是那種 三五百張一兩三千張在 在投資股票的人 那 我再問你一遍了 一百張好了 你把它一百張賣掉 今天再接回來 13塊7 一百張就137萬 137萬 一部小型的進口車啊 這是你本來就是你的啊 這是你的啊 你聽我的 你看我的 你相信我 這個都是你的 你不相信我 那對不起 那個不是你的 來 好再來聯合客一樣 對不對 賣出信號出現 我說任何股票一定的啦 當它出現買進信號 這裡就低點 當它漲上去出現賣出信號 這裡就高點 請問出現買進信號沒有 所以不要預設立場 低點在哪裡 聯合客也是一樣 好 那昨天我也提醒你 大力光出現賣出信號 果然 來我們看今天大力光來 請問大力光漲是跌 開盤就是直接就是下面的沒有 連平盤都沒有 我講的股票是我把這 最大宗的股票拿給各位看 任何股票都一樣啦 你會不會覺得說 你滿手的股票 你沒有依靠 你不知道該出呢 該爆呢 你不知道 你可以來找我啊 這個我就不會告訴你 就不會了 你有什麼股票我都可以告訴你 在買賣點在轉著的時候我就告訴你 其實股票市場 我問你這個股票怎麼不困難 最困難的是在你們的內心世界 我常常在講 是怎麼算的話賺不到錢 漲的時候追 稍微跌就砍 對不對 跌了就砍 漲了就追 你一直追一直砍一直砍一直追一直砍 到最後呢 有人說我很厲害啊 我買賣沒怎麼賠錢啊 你看我買賣的價錢都差不多啊 可是你 一來一往在那邊砍來砍去 追來追結果呢 就算股價沒有差多少啦 可是你所需也賠掉了 所以為什麼我只做一檔 一個破斷 你看我9月25號 賣 8478東哥遊艇 9月25號其實沒有出金 就把錢全部收回來 我等到10月21號才接 你有辦法嗎 等於20幾天不買股票 你有辦法嗎 那為什麼只做一檔 我問你好了 你看我們這樣差不多 我用一句乘語啦 用一句數語啦 有財政紅嗎 是不是穩的 比穩的更穩啦 財政紅的 你這樣才能賺到錢啊 是不是賺到錢 今天的 東哥遊艇是除息5毛錢 除息喔 繼續上 先打萬帝 好 看這裡 好 好 那易進光 目前還在整理喔 還沒換空 好 東哥遊艇 我說我們為什麼要在這裡賣 為什麼 再看一遍喔 725你要不要賣 你不賣707你要不要賣 你不賣 你不賣 就算629你都要賣啊 你真的不賣 你不賣你哪有錢 在這裡接股票 這裡584啊 這裡叫629 707在這裡 這叫584 584啊 今天594啊 而且還給你5毛錢 給你5毛錢的股息啊 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 我要提醒各位的 還是那句話啦 你不要以為今天台股好像沒有那麼肉 可是對不起 我再講一遍 股票市場 其實好 我們再看倒嬌 我們再看一遍喔 你會發現 我昨天講的一句很經典的話 我說當股票在跌的時候 剛開始是緩跌 再來會急跌 是不是 剛開始是緩跌啊 緩跌你沒有不痛不癢啊 再來就急跌 是不是再來就急跌 這是我昨天告訴各位的 漲跟跌都是一樣 剛開始你是不痛不癢啊 就好像溫水煮情況 跌一點跌一點 你沒有感覺 可是當它快速蹦跌的時候 可能三天 然後呢 然後你的混就沒有了 你混就沒了 靈魂就沒了 你就傻壞了 不到你清醒的時候 對不起 你再砍股票了 可能又是一波的 新的一波的起漲點 那漲也是一樣啊 有時候股票在漲 沒有人沒有 對不對 好 看我們東哥遊艇好了 看東哥遊艇來 對不對 我們當時在這裡買啊 為什麼要把它賣掉 因為它不對嘛 好下來 那現在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買嘛 對不對 我們買 你看好像沒怎麼漲沒怎麼漲 等到有一天它就這樣子 就是會是這樣子上去 那憑什麼 明天是 這個月最後一天 下個月10號 要 公佈財報嘛 公佈 這個月10月份的營收嘛 我請問你好了 我再問一遍好了 請問你手上的股票 你手上的股票 你知道它的訂單到哪個月 我問你這樣就好了 你手上的股票 你手上的股票 請問 11月份 訂單怎麼樣 有滿限嗎 有沒有 12月 請問你手上的股票 接單有滿限嗎 我這兩個月 好 我再問你 今年2020年 我請問你2021年 你手上的股票 它接單的情況 接單 請問 明年12個月 它接單的 應該講它的接單量 是明年產能的幾成 百分之百就是滿限嘛 幾個person 請問有滿限嗎 我問你這樣就好了 那我再問你 2022年 問到後年 請問你的股票 2022年它的接單 一整年下來接單有幾成 有沒有接單滿限 就接滿了單有沒有 你告訴我這樣就好了 你如果都不知道 你是在做股票 你是怎麼贏 我問這麼簡單 你的股票 你不知道下個月 明年 後年它的接單情況怎樣 你跟人家做股票 你不會贏是剛好而已 不是這樣子嗎 所以我帶領我的會員很簡單 我們一定是從長線去看 冬哥有一點 今年跟明年跟後年全部滿限 那既然這樣子 股票是要什麼 它有一天會再創新高而已嘛 它可能會創新高以後再創新高嘛 既然那個目標也很確定了 再來就是操作嘛 那我做一檔股票 是不是很輕鬆 我都跟你講到2022年了 我一檔股票就這樣 上去 把錢收回來 下來再接 整個大波段來尾操作就是一檔 就這麼簡單 請問 我這樣子的跟你分享操作的概念 那個概念 你如果想得通 高票市場 算我輸一元你就沒分 你就不是輸錢人的行列 你就不是那個80個person 你就是這個20個person贏錢的 其實沒有20個person 告訴你5% 高票市場賺錢的5% 我講的5%是什麼意思 真的賺到錢 有人是可能這個月賺 下個月賠那個 那個是在95個person 那個可能一年下來 他也沒賺到錢 真正賺到錢的是 就一直賺下去 一直賺一直滾 那才5% 那5%就是我要再告訴你這個概念 做高票會賺一支就賺 我再講一遍 我一直很喜歡去講3630星劑科 40塊以下買的時候沒有人理由 一直漲到130 100以後很多人去買 難道來參加會 我們再出他又不出了 不出以後就像今天 我們又做到別的股票了 他還在報 股票市場不是這樣做的 有買就有賣 買賣一定要跟著我們不華 為什麼 加這支高票的老師 他一定知道他背後的故事 這個節目會一個月150萬 我做一檔 我做東哥遊艇 這個節目150萬 那我講東哥遊艇代表 大概不會有新的會員嘛 對不對 你做東哥遊艇 我就知道你在做東哥遊艇 我怎麼參加你的會員 我就知道了 那舊會員 跟著我做東哥遊艇嘛 新的會員看到你是東哥遊艇 說你這輩子可能 沒有看到頭顧老師 在保護他的會員 對不對 你們的頭顧老師都怎樣 打電話去不理你啊 對不對 他對次講的都漲你都沒有 那我最後一檔 我就說最後一檔 東哥遊艇 其實我們還在布局 下一檔就明年的股票 好 下一段我們再來講 休息一下再回來 掌握未來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聞通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周一至周五 晚間八點到十點 股市現場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點到下午一點半 非凡搶先報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觀點 如果有討論到新貴的股票 那因為漲點會很大 我們不推薦 好 那 其實零掛牌要掛牌前 通常都有一番的 我們叫做超漲 好 我們先看兩檔股票 這一檔叫 鎖定非凡商業台 這裡是255 427 這一段最好賺 等到他掛牌在這裡 就沒有行情了 好 2754的亞洲障壽司 更可怕 這裡是100塊 這裡是325 好 等到掛牌 就沒有行情了 掛牌前 都有一段 所謂的 我們叫做超漲 好 目前有兩家公司 來看這裡 這上個禮拜五 通過的 有一家 6762的達雅 跟6762的常盛 都是生技股 那這兩家已經通過 就是通過 可以上櫃 好 通過以後 它必須有兩個月的時間 當然這裡面有包括譬如說 承銷啊 憲增啊 或者標價 那這兩個月裡面 通常都會出現 就黃金買點 跟一個超漲大利潤的賣點 來 再看一遍 像亞洲障壽司 像2247 我是拿這兩檔股票 其實每檔 幾乎每檔都一樣 8089 你看 每檔都一樣 只要掛牌前 它都有一個 少折50% 甚至兩三倍的漲幅 好 那 因為它籌碼很乾淨 那好的股票 其實 我說這是年輕人最喜歡玩的 所以我在這裡 我說 說假設你們要操作新貴股票的 要來參加會員 我會帶你們 好 那我們再提到 我們為什麼 去買東哥遊艇 那個概念 那個概念在這裡來 看一遍 龐大的服務業很少展現出 國際外跟競爭力的佈局 好 那未來就是 現在就是內型軟 大家都知道內型軟 尤其是 其實美股 昨天為什麼重挫 歐洲很多國家 又在守國了 像華國是一個月 守一個月 那代表什麼 不如出門 那台灣真的 我說當台灣人很驕傲 台灣的防疫措施做得很好 再講不掉一遍 還是要常洗手 戴口罩 出入公共場所 要 任何要戴口罩 就是大家互相保護自己 好 那 我還是在這裡講一遍嘛 現在房子賣得很好對不對 為什麼 我說 中美貿易戰以來 那 從中國的資金 移回台灣後 移回一些東南亞國家 因為 因為未來中國就是中國 美國就是美國 產品都分得很清楚了 你想想看 為什麼 可塵 秦創 這些公司 他們有的都已經賣給 中國的公司 為什麼 因為未來 中國的公司生產給中國用 其他國家可能在印度 越南 所以台灣很多公司就回台灣 或是往東南亞去發展 所以差不多做股票 現在是兩極化 你當然也可以做 還在中國有場的股票 或者你往新的股票來做 可是 從現在到明年年底 我只做台灣的股票 就像我們為什麼 看好美麗細胞療法 因為在台灣 收台幣 收新台幣 那我們為什麼做中國也要挺 因為我叫內行緩 內行緩 尤其春節又快到了 你看 最近有很多環島旅遊對不對 還有假出國的 飛機 假出國的 甚至船 環島 然後去住五星幾萬店 那目的就是消費 那我請問你 我常在講 我 因為 我很喜歡去 歐盟 歐洲國家 那我很喜歡去歐洲國家 是什麼 我更喜歡是坐在海邊喝咖啡 不管到西班牙 葡萄牙 他們的港 都是遊艇 所以遊艇就是環船 或者遊艇不是那種大的渡輪 不是那個像鐵達尼亞那種遊艇 是小的遊艇 8個人 12個人那一種的 哇 滿滿的 你知道台灣是整個環島 台灣整個島全部是環海 我請問你台灣 你隨便到港口去看 有幾艘環船 有幾艘游輪 小型的一般私人的遊艇 有多少 跟歐洲國家比起來 真的是我們這裡叫沙漠地帶 遊艇不貴 你買的進口車就可以買到遊艇 其實最貴的是什麼 我未來以後會產生這個概念 所以為什麼我說我要做這個股票 第一個 接單接到2022年滿滿 我就來回跟他操作 你們要的可以跟我 好再看 那我為什麼給各位看鮑雅 你看這個月就好了 這個月鮑雅漲了55塊9.95% 台積電這個月只漲0.92% 就10月份 今天是最後第二天了 明天剩一天 台積電才漲4塊錢 這個月漲了0.92% 鮑雅漲了55塊漲了9.95% 你看鮑雅 第三季賺7.03% 台積電理論上不會超過7塊錢 以前台積電 包括前半年 台積電賺得多比鮑雅多 為什麼第三季鮑雅出來 竄出來了賺7塊7.03% 那台積電沒有 鮑雅的股價608 台積電才437 從以前 102年6月 鮑雅136 台積電116 鮑雅股價超過台積電以後 鮑雅的股價通常都是台積電 大概台積電股價大概只有鮑雅了75% 四分之三 可是鮑雅沒有賺得比台積電多 來到了這一季才比較多 才超費它 那你知道這什麼邏輯嗎 這叫內需嘛 新台幣嘛 你看最近有很多電子公司 匯兌損失很嚴重對不對 我已經講過很多遍了 收新台幣的公司 未來尤其從現在到年底 會砰 會爆出來 而且因為它股票很少 你告訴我內需有幾檔 你告訴我真正內需股有幾檔 而且內需股必須不是做水泥的 我不是在講那個 我不是做幌子不是那一種的 而是來 龐大的服務業 龐大的服務業 而且又有國際化的競爭 保雅還沒有 保雅是服務業還沒有龐大的 跟國際有競爭 它是做台灣的 那為什麼會來買東哥遊艇各位 你各位去想想看 為什麼會買東哥遊艇 為什麼 這個概念就這麼簡單 這叫漏洋紙貴 像這種公司 因為股票大部分都在大股東那邊 股票很少 你看它好像 沒有人沒有 好像不會漲停 可是當有一天 如果它公布營收好了 碰上去 你要追都追不到 股票 想不輸 請問我們 從九二運到現在 東哥有點 任何人都賺錢 而且還賺股票是不要錢零成本的 那我們不一定要賺多少 而是行美輸 如果它的營收 按照 因為那個交傳有的時候 一艘船就是好幾億 所以那個營收有時候爆出來 可能 碰 營收一公告就兩三肢長挺上去了 你在等這個 就好像我在講美膩細胞一樣 來我們看美膩細胞 這個賺台幣的 好 你看美膩細胞的營收 長盛美膩細胞這種營收 這個即將要公告10月份的營收 一公布營收 砰又上去了 所以 要賺大錢 你要賺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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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營收公告的時候衝上去 你就給它 對不對 你就給它 有時候一衝可能一隻兩隻三隻 你就全部給它了 或者你大部分給它嘛 然後再來 還有一個時間很長嘛 你再慢慢收回來 再慢慢收回來 你就來回的跟我們大波段來回操作 我告訴你 你絕對不知道 原來股票市場這麼迷人 就像我的會員跟我講 老師啊 你要拿稿 你要跟我們說他們不要做 為什麼 他們跟我操作 輕鬆 跟喝探集 想要操作股票的打電話來生日會 明天同一個時間再會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複蕩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請供參考 投資人以獨立判斷 先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本節目 在過程中